近几年绿色经济成为险学资源短缺的新加坡 更提出了未来十年的绿色计划 建立企业嫖绿的审查机制 实言2030年彻底改变现在人们生活与居住方式 成为绿色金融中心 尽管土地有限可在生年元缺乏 但是新加坡积极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 如今更提出了五个方向 努力地加速新加坡的绿色经济转型 随着气候变迁敲响景中 新加坡政府开始使用更绿色的选择 目标是到了2030年 利用区域电网 从邻国马来西亚进口更洁净的电力 并且透过太阳能发电部署 得到足以每年供电 给超过35万户家庭的电力 我们有充满光阻力WiFi 在 local university 叫NUS 跟这种学生在开放 但是充满光阻力 它是百分百充满 疫情加速绿色经济的趋势之下 绿色产业人才需求激增 新加坡政府也计划提拨1.33亿美元 喊出要在四年之内 透过培训研讨会 项目融资 协助当地6000多家企业转型 发展绿色技能 当地业者透过创新思考 照出管理碳足迹的解决方案 努力让新加坡成为碳服务中心 全球掀起零碳牌的战役 低碳与绿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西加坡政府力拼成为绿色金融的世界领导者 努力让人民从中也受益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晨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政经发展 延长为新闻台 将 америк亲的功评